就是几乎就是我们叫悟我两万 主客统一 情景交融 哇 这个就说的 当然这个境界当然是很美好的 我相信古人确实 包括王阳明这一类的大写 应该他讲出心外无 应该他就是悟到了 他的这个神病境界 就是他有一种有限的人生 但是把它无限扩大了 就只有当你把自己融入到这个大自然里面 你才能感受到无限 你不然的话你总是在隔岸观火这种感觉 就是站在岸边去看这个世界 感觉跟这个世界总感觉是对立的 对呀 小波老师你刚才讲这一段 你知道我想到了谁吗 就是我突然想到了雷锋精神 为什么这么伟大 其实真的就是很有感触 他说我要把有限的生命 投放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就他的两知 融入到了对人民的无限的服务当中 那么他把他的有限的生命 做了一种无限的延伸 这确实很伟大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他的生命 他的价值 他的意义 以及他的存在 可以无限延伸 所以说真的 如果能够做这样子的人的话 其实就像孔子说的招文道 这个其实回到我们刚开始说的这个话题 关于人生意义的探谈 就是如果说我们把自己和人生的意义是对立的 就是我们需要去追寻某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本身它不是好像是属于我们身体之外的某个东西 就我们还要去追寻某个目的 而不是去切身去感受它的意义和价值的话 这个就其实很难去体会到 就是好像这种感觉就好像是说 妈妈去教你做家庭作业 教你去读一本书 你把它完成了 这是一个任务 完成了之后 你就觉得好像这个事情就有意义了 但实际上 当小孩沉浸去读一本书 或者沉浸去玩游戏 那个过程 才把自己的心和这个事情本身给融合起来 那这个事情 这个时候其实它的意义才会显现出 才会在这种事情中浮现出 所以过程本身才是意义的源泉 其实我在最早开始读存在主义的时候 刚开始只读了一部分 我会觉得确实人生好像有点绝望 但是其实全部读完之后 当然我也没有说完全全部读完 你更深入去了解 你知道它其实后面 他所讲的是 萨特有一个很著名的 就是六个词 他说 人是自由的 所以说你可以做你任意的选择 但它最后有一个责任 就自由选择和责任 就是当然我们人是自由 但是你可以去选择 但是你要做好为你的选择 承担所有的责任 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勇气 有这样子的一个责任 那你就可以去做选择 我们不能说要自由 不要选择 我们完全不顾责任 对 就任何事情你就不能把它孤立来看 对 不能做我们生命价值跟意义的渣男 那等于是渣自己 因为我们要为自己的人生意义负责 所以说 你看它有本书叫存在与虚无 这个书名就很多人觉得 我的存在就是一种虚无 感觉好像有点误导 对有种误导 它是比如说 人的存在跟物的存在 它是有本质的区别 就比如说这个杯子 那呢 它这个杯子 它被判定为就是杯子 它就是杯子 它哪怕它现在摔碎了 它是摔碎的杯子 对吧 比如说我们这边这家咖啡厅的服务员 那它是服务员 但是 它可能辞职了 可能它下班了 它就是父亲 它可以是其他的任何的角色 所以说人的这种状态呢 它本质上它就是一种多变的 自由 没有被固定的这个角色 对 而且是你自己不断地在选择的这个过程当中 然后来成就的 就像一个演员 他没有找到自己的这个 在舞台上 他必须要有个角色 那今天演关公 那明天可以演刘碑 对吧 就是它是自为的 就自己而为之的 但是这个杯子 它明天还是杯子 所以说我们人的这种存在 它的本质 它不是像一个杯子一样 它是人 它是人 所以说 那是人的话 它背后 它本质 它没有进行这个选择的时候 它实际上是一种虚无的 所以说 它从存在判定 人是一种虚无的 那人既然是虚无的 那就是自由 那既然是自由的 我可以选择 但是最后别忘了 你要为你所有的选择 你要去负责 那我给不了你任何意见 其实比如说那个粉丝 从某种角度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萨特也给不了你意见 如果我们现在把萨特 召唤过来坐在这里 你给这个粉丝什么意见 他说我没话给你意见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你可以自由选择 但是你要为你的选择负责 就像自古中小两两全 但你选择了一个都是对的 关键是你能够为你的选择 做所有的承担 像类似这样的问题的话 我一般会给他们 有一个建议 就是去做点什么 就是去做点什么 学这个西方哲学 尤其是西方哲学 其实可能很多小伙伴比较喜欢 西方哲学很多是 很具有思辨性的 它在概念和逻辑层面 是非常的很有意思的 但实际上 思维和行动 这两个事情 我觉得是需要融合的 就是如果说你脱离行为 脱离实践 去谈思想的话 就会很容易陷入 某种死活虫的面具 所以我跟他们建议一般 是说去做点什么 在现实中去感受意义 去在实践中 去感受自己的价值 做的过程当中 你才能够感受到说 我对任何东西 是有一定的掌控感 对某些东西 是有一定的权力意志的 这种感觉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你才能够感受到 你自己的意义 如果说凭空想象 其实是很难的 但当你实际上 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能真确地感受到 这个事情本身 它带给你的冲击 这种互动的感觉 就像之前舒本华 我记得舒本华 非常深刻的一句话 他说人和动物的区别 不在于说人有理性 而在于人的感知能力 是最强的 就是我们能够 全方位的去感知一个事物 刚才小波老师说感知 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审美 对 如果从美学的角度来讲 感知的话 这是我们刚才举到的砖子 中国人民都知道 砖子跟豪梁之变 跟会师 他砖子说这条鱼 游得很开心很美 然后那个会师说 你不是鱼 你怎么知道鱼很美 那个鱼很开心 然后砖子说 你不是我 你怎么知道鱼 我不知道鱼很开心呢 对 这个辩论实际上很有趣的 那如果从感知的 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砖子 它是一种生命的感知 就是他一眼看到这个鱼 他并没有去思考 他并没有去逻辑跟理性 来去说鱼因为怎么样 所以我得出它是快乐的 就是他实际上就是一种 主客消融的 他的内心的情感 跟外在的这个鱼 它是融为一体的 所以说他瞬间脱口而出 实际上就是一种 生命感知的境界 就好像他跟鱼在一起 就在一起的感觉 而不是 其实某种角度来 绘师的这个境界就低了 因为他还用逻辑来去分析 你是 你不是鱼 你怎么会知道 对吧 其实从生命感知来 角度来 他已经落后好几步了 当然绘师 他可能是一个 很好的逻辑学家 但是绝对不是一个 很好的对生命有感知的人 所以说我们还是喜欢 像砖子这样子的人 但是我们要去 就像小波老师讲 刚才我们要去行动 因为存在主义本质上最后 它还是一种行动哲学 它不是一种空想哲学 它需要我们 要去更多的实践 去参与 你只有去参与了 你才感知到这样子的 这种存在 你要去做选择 哪怕王阳明也告诉我们 就是你要在世上模 讲了半天 你说你在世上模 不要整天在家里面空想 对 就是做点什么 我觉得这个事情 是非常普实的建议 就是当你觉得 很苦闷的时候 觉得很人生 缺少点意义的时候 你去做点什么 最简单的解决办法 你去做点什么 在现实当中 你才能够获得真实的 你存在的这种感觉 你的感知能力 才能够充分地体会出来 那好了 今天我们的话题 大概就聊到这里 今天非常感谢百川老师 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他的哲学思想和一些观点 然后最后让百川老师 也对我们小伙伴讲点什么 谢谢小波老师 今天其实聊得很愉快 最后送一句我非常喜欢的 这个理睬的金句吧 就是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 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好 好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那我们下期节目看 我们有选个什么样的主题 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给我们下期节目的 第一天